主料,白菜一颗,补料,水,猪油,味精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白菜看片,改刀切小块,锅中加水,白菜下锅,加猪油味精盐,出锅,烹饪技巧,白菜之所以清洗起来比较困难,主要是因为其外表书操,而且皮很薄,一起就破,因此,很多人为了图省事, 简单的用水充充就吃,其实,白菜属于草本植物,植株比较低耳,或是细嫩多植,这些都导致它容易受病虫害和微生物的侵袭,因此,种植白菜的过程中,要经常使用农药,这些农药,肥料以及病菌等,很容易附着一段白菜素糙的表面上,如果清洗不干净,很可能引发腹泻,甚至农药中毒, 要把白菜洗干净,最好用自来水不断冲洗,流动的水可避免农药震入火石中,洗干净的白菜也不要马上吃,最好再用残壁销浸泡五分钟,残壁销可以烧灭白菜表面残留的有害微生物,残壁销和醋引成酸性的农药降解,洗白菜时,千万注意,不要把白菜地摘掉, 去地的白菜若放在水中浸泡,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火石内部,造成更严重的污染,另外,也不要用洗涤淋冷清洁剂浸泡白菜,这些物质很难清洗干净,容易残留在火石中,造成二次污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